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星期六的卡尔加里机场 曾经的加拿大传教士和他的妻子 时隔40年之后 与当年救下的老窝难民一家重逢 场面温馨感人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们之中的奇妙缘分 这位加拿大老人名叫Reg Reimer 曾是一位传教士 他在1977年从战乱的老窝 救下了Rick Jackson和Eddie Jackson两兄弟 兄弟俩与当时逃往里加拿避难的父母 失去了联系 多亏Reimer的帮助 两兄弟才能与家人在加拿大重逢 但自从那时起 Reimer与兄弟俩一家也就失去了联系 1977年 Jackson一家在战乱中被迫分开 飞往了西贡避难 但当年才三岁 和祖父母一同生活在老窝的Rick和Eddie两兄弟 却没能跟着父母逃亡 当Jackson一家以难民身份逃往加拿大里加拿避难时 他们的两个儿子还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里加拿 Jackson遇见了正要前往泰国传教的Rick Reimer 和他的夫人Donna Reimer 但想要救出两兄弟不仅复杂 危险 而且还是违法的 1977年的5月9日 已经有两年没有见到自己儿子的Jackson一家 在机场迎接到了Reimer 牵着两个孩子向他走来 一家人在战乱之后终于团聚 而Reimer和他的夫人也从素未蒙面的陌生人 成为了Jackson一家的救命恩人 看着当年在机场重逢时的珍贵画面 Rick Jackson内心感慨弯切 他无法想象如果没有Reimer一家的帮助 他和弟弟与父母再次团聚会在何时 时隔四十年之后 当年被Reimer救出的小孩已经长大成人 Reimer也变成了白发层层的老人 时光荏苒 但两家人的缘分和情谊 还会一直持续下去